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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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事怎么这么冷酷无情呢 女朋友说一句就把十一退回去了 这宫里在哪儿呢 放心 阿姨 我找过那个姓猴子了 我给她施加了点压力 得让她知道 咱十一不是孤立无冤一个人 而且本来我也打算好了 就算警察没能及时破案 我也会通过法律手段 去为十一讨回公道的 谢谢你啊 蓝琪 阿姨 应该的 其实我一直不太同意 十一做保镖这个工作 风险又大 还得不到客户的尊重 出了问题吧 得拿保镖先问责 又舍命 还又受气 虽然说收入不低 但是都是拿命换来的 何苦呢 可 可这是 十一喜欢的职业 你要让她改行 她肯定不同意啊 不是 怎么知道呀 蓝琪 你人脉资源广 你看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帮十一找到适合她的工作 是 是 是 要不然这样吧 叔叔阿姨 我觉得我们公司的 安保部门呢 比较适合她 按照她的资历呢 进来就可以当经理 第一个收入 不会比私人保镖少 最最重要的一点是 风险要低太多 太好了 太好了 但是叔叔阿姨啊 这事咱们不能做出 还得问她自己的意见 毕竟咱们不能把自己的 议员强加给她了 对对对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也着急 但我向你们保证 我一定在合同期内 把设计图纸给你们 好不好 最近公司人手也不够啊 好好好 那先这样 好 拜拜 喂 钱教练 喂 对不起 我去把这事给忘了 我向你保证 我马上到 马上到 你千万别生气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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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儿把东西给我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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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总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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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拿进去吧 你去在外面等我啊 你先去里边等我 好的 钱姐 实在是不好意思 来晚了 第一天上课就迟到 还想不想学了 钱姐 你刚才严肃地 对我说话的时候的表情 好有牌头 少笑不笑脸的 想学吗 我当然想学了 我向你保证下不为例 咱们现在开始吧 不可以 如果今天是我的队员迟到了 当然他们不会迟到 假如是他们迟到了 他们会接受体罚 跑步 一万米 跑一万米 你也太狠了吧 我刚刚过来的时候 看到外面的院子 跑一圈大约一千两百米 跑八圈吧 什么 开始吧 你是说让我跑啊 难道让我跑吗 我跑了 钱姐 不是 那个钱教练 我跟你说啊 这个事啊 你事先没跟我说好啊 咱们事先也没把这规矩给立好 所以我知道 我要是早知道 我向你保证 我再多的事 我一定会提前到 还有啊 我爸 我这么多年都没跑过步了 而且我 我现在身上没一身的毛病 真的 我 我跟你商量商量 咱们重新立个规矩 好不好 身体不好是吧 是啊 跑跑步 出出汗 就都好了 我是教官 我说了算 钱 钱教练 这 我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花钱买 一米一块钱 侯总 不是什么事情 都可以花钱买的 那看来还是给少了 一米两块钱 我买 行不行 我数到三 如果你不跑我就走 一 好 行 行 我跑 我跑 对了 这是 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 你看你喜不喜欢 跑步 走 哎呀 太 这里呢是我们集团下属的酒店 叔叔阿姨要是喜欢吃这里的菜 随时欢迎来 我先带 你太客气了 谢谢兰奇 下次来我家里吃饭 我做拿手菜给你吃 好嘞 那叔叔您我烧你一程 不用了 你也挺忙的 我自己走吧 挺方便的 对 让他自己走吧 好嘞 我走了叔叔阿姨 拜拜 拜拜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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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噎一掌 我好多年都没像今天胃口那么好 吃什么都想 好嘞 好嘞 其实呢 跑跑步还是挺好的 前教练不值的人 我必须得完成得最好 你没发现吗 我今天跑完步以后 我的球打得比往常任何时候都好 看来这跑步啊 也真挺好的 这是还想着下次再迟到啊 怎么着 跑步跑上瘾了呗 对啊 关键是我尝造了迟到的甜度 跑跑步 出出汗 还能坐下来跟前教练吃顿饭 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这是什么 我还能气气你 我看你生气的时候 那个气呼呼的样子 让我内心中不知道 为什么就那么开心 你要是下次再迟到 惩罚的方法不一定是跑步 我惩罚人的办法可多了 你想干啥呀 现在不能告诉你 等你再迟到的时候再说吧 行 算你狠 那小丫头 我跟你说啊 我就是公司事多 一忙起来什么都忘了 下次啊 你能不能记得早点提醒我一下 好不好 人只有对他不在意的东西 才没有记忆 好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我送给你的礼物 喜欢吗 你不说我都忘了 这个面膜挺好的 这个面膜挺好的 我的朋友都在用 我留下了 好啊 这个包呢 我非常地喜欢 但是它贵重了 我不能要 不是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你的面膜 拜拜 来 来 请 这个面膜 好啦 我给你冲着杯咖啡那盛盛 我给你冲着杯咖啡那盛盛 这谁又干嘛呀 没事 你尝尝我的手艺 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那怎么样 顺滑 味道不错 王八就是董行 年轻那会儿啊 为了赶工期做设计图 没日没夜的 我一定喝好多咖啡 现在不行 现在岁数大了 我一喝咖啡 心里就发慌了 太辛苦了 说吧 有什么事求我 没什么事 就没什么事 就让五十一回来上班呗 不是周全不好 周全业务能力非常强 但是十一当时不是因为 被冤枉咱们给人辞退的吗 我想咱们昨天的地道 咱们至少把人合同期 给他履行完 对不是 你为了让一个保镖 我能够履行完合同 你现在都学会 好好跟你爸爸说话了 这点还真是惊到我了 这不都是应该的吗 行吧 那我考虑考虑行吗 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 行 那你考虑考虑啊 咖啡少喝点 太晚了 睡不着 明儿给你带什么呢 喂 侯总啊 喂 张姐 我是志荣啊 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事 那个叫五十一的女保镖 她跟侯爵相处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呀 反正他们俩又不吵架 又不怎么的 张姐 您千万别误会我的意思啊 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吧 那个叫方鹿那个女孩儿的事啊 我想您应该知道 我是担心侯爵在处理感情这方面 会有一些问题 她来找过好几次跟我说 想让五十一回来 我呢 我确实有点担心 这个呀 你放心 那十一啊 她真的是一个很正直的孩子 反正呢 我看她是对这个侯爵 很严厉 该管的时候就管 这个该说的就说 反正我是眼看着 这十一来了以后啊 咱们侯爵啊 真的是像变了一个人 以前真的什么事都不上心 现在好多了 对工作还什么都认真多了 所以你放心 行 那我知道了 谢谢张姐啊 您千万不要跟侯爵说 我给您打个电话 我怕她知道了 到时候过来找她闹情绪 好 行行行 好 我不跟她说 好吧 张姐 谢谢了 再见 喂 侯爵 刚才你爸爸打电话了啊 问我你的情况 我呢 是吧 该说的说了 不该说的呢 我就没说 你放心啊 谢谢 你休啊干吗 我又没替你撒谎 好了 行 我挂了啊 这爷俩真是 我去找你 陈教官 报告 陈教官 我又上岗了 恭喜你 五十一同志 谢谢 我终于可以回家 舒舒服服地躺自己床上了 你什么意思啊 嫌我烦了是不是 你是嫌我赖着你了 你还不赖着我吗 我都没有办法找男朋友 你别忘了啊 我可是有一票否决权的 明白 你这次客户什么人啊 还是侯爵 快来找赵总 让我继续回他那儿工作 挺好的 又傻笑 有情况啊 肯定有情况 坏叔叔 谁啊 是不是我认识的 不 我不认识 那谁啊 就是那个打球认识那个人 是不是就是你喜欢那种类型 一见面就有感觉的 其实吧 比下下的还要好 我一开始动心了 手机里有照片吗 给我看看 快 别别别 给我 给我 是 是 是 给我看看 还没到时候呢 现在只有一点点感觉而已 真没见 啥感觉 我就是觉得吧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可以任性 可以撒娇 可以耍脾气 就是感觉跟他在一起 特别享受做女人的感觉 你懂吗 就是说完美男人让你找到了 也不是特别完美 她的年龄 她的年龄有一点点大 大多少 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 她太优秀了 所以这个可以忽略不起 五岁 八岁 十岁 十五岁 十八 二十岁 九十二岁 什么意思 二十九 怎么就九十二了 吓死我了 我已经找了个九十二的呢 不过这 二十九 这也 也不小吧 我也挺担心这个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啊 我从来没有觉得说 年龄相差这么大 那他单身吗 老婆死了以后儿子 儿子多大了 不知道我没问啊 那他对你呢 他对我呢 我也有点搞不明白 就是 我觉得啊 他是 喜欢我的 但是我不知道 他对我的这种感觉呢 是恋人之间的 还是普通朋友之间的 还是长辈对晚辈之间的 这种 你明白吗 不明白 我连人我都没见过 看你美的一样子 看你美的一样子 一看就动心了 大是大了脸 不过 中年人嘛 也没什么不好嘛 成熟稳重 对吧 不像那侯爵 整天跟长不大的孩子似的 我觉得谁要跟他谈恋爱 做他女朋友 跟做他妈差不多 他妈 可不妈 他妈 可不妈 可不妈 他妈 虎娟 工好了吗 公司的车快到了 马上啊 一分钟 好嘞 我需要帮忙吗 不用 我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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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一块 能量块 出去出任务 没吃饭 吃一块 顶一天 独家米方 不错 是不是 不过 还是第一次有男的做东西 给我吃啊 别肃眉眉地看着我 我也第一次给男的做 十一来了 走 拿着 嗯 猴姐 你好 我是五十一 接替周全做你的安全随位 公司的车爱在幕后等我 那我就先走了 猴姐先生 感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 别猴姐先生了 以后咱都是哥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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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们保重 好 一对瓶啊 辛苦 来来来 欢迎新朋友 欢迎你 欢迎你 行李 别闹 你 完没完 香子 香 走 张姐呢 张姐今天休假 去看她朋友去了 那 还没吃饭吧 我叫个外卖 别叫外卖了 今天我亲自下厨 给你做点好吃的 你去收拾收拾 等我个几个钟头 我就做好了 行嘛 放心吧 那我等着吃啊 刀工这么好啊 什么路学的 你只是想过来 偷偷学艺吧 我是觉得几天不见 厨艺见长 田楼姑娘附体了 怎么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其实吧 我是一个特别有深度 特别有内涵 又多面性又多元化的男人 所以我不可能让你一眼看穿我 我也不想看 万一看到肚子里全是各种灰虫 爬来爬去 都吃不下饭了 我的身体里只有高善的灵魂 和纯洁的流体 你别跟我说话 你看着点那个刀 小心切着手了 今天怎么这么关心我啊 不是 你一会儿受伤了是我的责任 是我失职知道吗 我多冤啊 你放心吧 我保证不会再让你被冤枉了 行吧 我信了 还是第一次有客户 为我做饭的呢 准确地说 好像除了我爸妈之外 还没人为我专门做饭 真的假的 这顿饭呢 首先是为了你接风 其次 里面包含了感谢 包含了感恩 包含了 很多很多的词汇在里面 都在菜里一会儿吃着就好了 行吧 我 我这光看着也不合适啊 要不然我帮你干点什么 要不洗菜 行啊 哪个需要洗 这个吗 好 来 等会儿 给你绑个围裙 别把衣服搞脏了 来 不用了 这个画面有没有感觉特别的 温暖 温暖 温情 有一种 老夫老妻的感觉 我自己来吧 来来来来 绑完了马上 我自己来 自己来 自己来 你去忙 我给你重新绑 干吗呀 你重新绑 我自己可以 你知道 别闹了 一点 我自己来 来来 别闹了 我 孤独是一种病 一种病 祖传秘方 专治孤独 你看这个灯光 这个音乐 都这么到位 是不是该喝杯酒啊 你喝吧 来 一起喝一杯吧 我自己喝怎么了 我说过了 工作的时候不能喝酒 今天怎么不了工作 今天我们就 好好地放松一次 献给这个安静的夜晚 你确定 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都不会做出这个音乐 我保证不走 我就走 我也从窗户走 成吧 帅死你 来吧 行 今天高兴 今天 这杯酒 加上这一桌子菜 主要是为了跟你接风 其次是为了 有一个感谢 你一直以来 对我的照顾 还有就是 对之前 让你遭受的一点点委屈 说一声抱歉 破例一次咯 支持一次 下不为例 也谢谢你 前两天在训练场 你怕我被打死 然后护着我 我看出来了 虽然有点捣乱吧 我还是挺感动的 你看出来了 你看出来就太好了 我心里替你委屈啊 对吧 你被人打 本来就很委屈 我看着你被人打 再加上你心里很委屈 我就更委屈你知道吗 所以我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 我要去帮你讨回个公道 虽然我打不过你们那些教官 但是我可以赖他们 对吧 你只能耐了 来 有一些话 我以前一直不想讲 对吧 我也不爱那么聊天 但是今天 既然你都答应跟我喝酒了 我就跟你说说心里一话 我一直也爱给你的看法 之前我对你不是很了解啊 我也是慢慢通过我们 这这么慢慢地接触 时间久了 慢慢地了解 其实我 我挺心疼你的 有时候 我觉得你 特别不容易这一路走来 我知道你从小是 爸妈离婚得比较早 然后你就去了训练队 每天训练 别人在上课 你在训练 别人在购物 你在训练 别人出去谈恋爱 你也在训练 训练这么多年 找到工作 也找到男朋友 谈了一段 并不那么靠谱的恋爱 虽然你不讲 但是其实我知道对你打击不小 从我第一次看到你在街上追她 到后来我看到你的一些 一切一切的反应和状态 虽然你把自己包裹得很好 保护得很好 但是我从你眼睛里 从你的形态中一次一次看到 一些伤心和一些伤感 或者说是一些对 对自己的无奈 其实我都看在眼里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 特别特别地心疼 为什么我跟你 虽然闹 虽然是有时候有一些捣乱 但是我发自内心的 我还是心疼你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值得被心疼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一定会幸福 为什么 因为你之前经历了很多 但之前经历的一些磕磕碰碰 一些坎坷 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 所有你人生中经历过的磨难 在未来都会变成你的财富 在未来都会变成你做任何事情的经验 都会让你变得更坚强更有力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地会心疼一下 会感慨一下 你这种女孩 五十一你这样的女孩 一定会得到幸福 因为如果你不得到幸福 没有人会答应你 但是话又说回来 我觉得你碰到我你可别地幸福 你记不记得 好 最后这句话比较重要是吗 给你的幸福 祝你幸福 感觉到幸福了吗 快点 你这带我去哪儿啊 黑灯瞎火的 拐个弯就到了 你快点啊 你不是准备把我拉去卖了吧 这简直跟童话世界一样 来过吗 这种地方我记得回街小的时候 带他来玩我 走吧 走 干吗去啊 玩去啊 我这 这个是给年轻人玩的吧 我不行 你去玩吧 我到外头等你 去吧 我忘了 你年纪大了 老头 不适合玩是吧 山雨的 你先要是老头啊 我今天还要玩给你看看 我告诉你 老头不输给你们年轻人 我跟你说你别冲动啊 冲动是魔鬼啊 那那那那那是出口 出口 那那边那边那边进口 你带钱了吗 带了 这算什么呀 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跟你说 这木马要让我设计啊 我至少让它提速两倍 按照你那么设计 这该成疯狂木马了 我跟你说啊 我们小时候 根本没这么多好玩的 我们就 我们就玩那个 小的那个玻璃珠子 我们就 我们就这么 玩那个东西 要不然就是 在一个沙堤上那个 转移 沙坑转移 我都能玩上一天 你说说你们现在多幸福 我小时候 特别不爱玩木马 后来到中学 就不爱玩了 那个时候 就跟同学一起 什么刺激玩什么 什么惊险玩什么 可是现在呢 反而觉得特别喜欢做木马 就喜欢这种慢悠悠的感觉 慢悠悠 你说我这个年纪 喜欢慢悠悠 倒是情有可原 你怎么也不喜欢慢悠悠呢 那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走得慢一点 让灵魂跟上来 好像是什么意思 琢磨起来有点道理 你也要老得慢一点啊 你也要老得慢一点啊 我这人吧 平时什么事都喜欢 往复杂里想 就是把自己搞得挺累的 其实我早就已经忘了 简简单单 其实有多快乐 是的 所以按照你这么说 我不应该是你治孤独的大夫 我应该是你的药啊 对 包治百费的药 驾 驾 下雨了 好 怎么样 老头身体还行吧 可以可以可以 老板 来两个考尝 好嘞 多少钱 十块 十块 你帮我治病 那钱应该我来付啊 被请客吃饭 也是秘方之一 那岂不是白吃白喝啊这个 老板 钱付了啊 再给我拿两个债碼 好嘞 多少钱 二十 好了 付完了啊 好 谢谢 给您 谢谢 谢谢啊 走 干了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真的假了 你怎么喝完酒这么要的 真的 不是 我给你少喝点 我怕我 酒呢 别喝了 别喝了 酒呢 咱 咱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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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掏心掏肃的 聊会儿天好不好 别喝 别聊 我觉得你不能再喝了 我干吗不能喝 我干吗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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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你有什么你直接跟我讲 你对我有任何看法 你告诉我 但是你不要这么喝酒了 好不好 好不好 你怎么办 松了松了 行吧 你这个人呢 太不让人省心了 怎么不让人省心了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 像你这样的可恶 不过你也有很多优点 你有时候 会有非常可爱 非常可爱 非常可爱的一面 对对对对 你很善良 你看不得别人受委屈 还有那个 房禄 房禄 还有那个 黄玉月 对 黄玉 接触太少了 你忘记他叫什么了 你优点还是挺多的 那你 你对这个其他方面 比如说我这 这个 这没 没什么评价吗 这 颜值 说实话 说实话我觉得长成你这样呢 挺可悲的 真的 一个男人长成什么那样 其实并不重要 当然好看没这么做 帅 挺好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有趣的灵魂 我 我 我有吗 我 我有吗 恭喜你 你有 你有 我有 我的灵魂不能更有趣了 我简直太有趣了 不光长得好看还有有趣的灵魂 这种男人 极品啊 我 会不会尽一封 我会不会尽一封 我 会不会尽一封 我 我的灵魂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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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